腰皮鬼 这个玩的人兴奋 狼人淘汰他之后 更想淘汰他 因为可以干扰狼人 然后狼人没法行动 等于是一局玩到底 我去寻找一下大部队 这把没有刺客狼我随便老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干嘛 你这个五号怎么倒头就睡 五号你还好吧 为什么你的脑袋还在一直动 天就黑了 看来狼人开始行动了 我得小心一手炸弹了 五号我来保护你别怕 你怎么突然站起来 你这个凶手别跑 我要替五号报仇 不散了 我要去拉铃揭发七号 当时我和五号站在一起 然后七号过来传了个炸弹过来 然后五号一直躺着的站了起来 我一直跟在后面最后拉铃 这样子吧 刚开局的时候我在那个营地 抵财 然后最后起步了嘛 起步之后 然后这个六号五号 还有一个几号在那个拉铃那边 然后我就给了这五号 然后这个二号灭的物 五号被炸死了是吧 那个六七还有个谁 能再比赛一下 我最想当时跟他隔三号 然后起步了三号一号一直在一起啊 可能二号应该是好了啊 然后应该排到 十六七八九 我就跟三号十号一直待在一起 这个五号开局就躺在那里 我只是个少子 有赌徒别报身份 我相信你了 我真的是平民 这个时候报身份反而更可能 算了 我还是去做任务吧 诶 怎么拉铃了 难道七号市哨子被盗了 场上只有一个人倒 这么长时间才倒一个 真像只有一个 七号市哨子 五九当中有狼被淘汰了 那个七八四十一 存在那个蘑菇园 我在发表情 然后这个人突然就倒了 我直接拉着铃 我接了少子 就自己是个哨子 听我分析一下 这把只有炸弹狼和大力狼 你看见人倒只能是大力狼动手 也就是说你叨到哨子的八号 我们要看起来 我们下车的架子 我们下车的架子 去死吧 那我拿着 我们下车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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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 整个身体 我们下车的架子